我看到了 那個基劍有點那個撕裂傷啊 撕裂傷 我現在壓這邊會痛嗎 壓反而不會 壓不會齁 不要壓人力都不會 這裡的那個基劍有斷裂啊 有斷裂啊 你是打球受傷是不是 嗨大家好我是威爾森李 如果有看我前面的影片就知道 我阿基里實現曾經受夠傷 這次是真的斷了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如何去治療他呢 那我這次選擇的是打PIP的方式 那他是用自費的 那自費呢 必須要簽署自費統一說明書 那費用呢大概是一萬八一幀 相當的不便宜 但蠻有效的 接下來我們就去等候抽血囉 好好拳頭輕輕握著 血管的過程相當順利啊 還好嘛 看來我也沒有很胖嘛 好久沒抽血了 讓我想起以前 學生時期的健康檢查 總會有一位長得比較漂亮的故事小姐 前面總是盤盤子拿捲身 為了就是讓他插上一針 啊我想這就是青春吧 現在的抽血技術真是相當優秀 快又不通 抽完錢呢要等於半個小時左右 因為他要離心機分離的血小板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 這時候我們得到了一個箱子 裡面裝著滿滿我的精華的那一根管子 要回去找醫生 關於施裂的基建 醫生現身說法 看到了 那個基建有點那個 施裂傷 施裂傷 我現在壓這邊會痛嗎 壓可能不會 壓不會 不要壓在用力都不會 這裡那個基建有斷裂啊 有施裂啊 你是 你是打球受傷是不是 是因為有拉傷啊 就是斷裂啊 是有到 沒有到完全斷 沒有完全斷 但是算 算有點嚴重 有點嚴重 這裡齁 對 對不對 對對對 這裡嘛對不對 對 有感覺 其實壓反而沒有那麼痛 我幫你先消毒啦 你不要緊張 這個 這台啊 我就是跟打那個 對啦 浮湯還差不多 差不多啦 嘿 這個腳踝比較不會那麼的 不舒服 對啦 你現在這樣摸起它 就會有一些反應 因為我剛剛看就這裡有問題 跟你的感覺差不多 我先消毒哦 你不要緊張 忍耐一下 10秒鐘 不要動哦 所以你這個就是偏向那個所謂的運動傷害 嗯 運動傷害 好 OK 等一下 小心小心 來 可以了 記得 今天回去 明天 今天明天 冰敷 以上就是這次打PRP的分享啦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下方留言討論 謝謝你的收看